一入侯门深似海,千言万语无人知,近日,娱乐圈又传出了刘诗诗与吴奇隆婚变的消息,让吃瓜群众们再次沸腾。 作为85花钟的佼佼者,刘诗诗的产后付出备受瞩目,而与他有关的劲爆消息自然也成了热议焦点。 据台媒报道,刘诗诗与吴奇隆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,双方已经开始了分割财产,只等官宣离婚。 而且,该媒体还透露,两人的关系早已破裂,早在2022年就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,这让网友们不禁感叹,娱乐圈的爱情真的如此脆弱吗? 回顾刘诗诗和吴奇隆的婚姻,两人曾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,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的婚姻似乎出现了问题,尤其是在刘诗诗产后付出之际,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。 虽然刘诗诗的新剧一念关山备受关注,但是作为老公的吴奇隆却始终保持沉默,没有为老婆的新剧宣传,这无疑让两人的婚姻状况更加扑朔迷离。 事实上,刘诗诗和吴奇隆的婚姻问题早已出现端倪。 在两人结婚后,网上就时不时传出婚变的消息,尤其是在刘诗诗生下儿子步步后,关于两人教育孩子的问题也是闹得不可开交,这让网友们开始怀疑,他们的婚姻是否早已出现了裂痕。 对于吴奇隆和刘诗诗的离婚传闻,吃瓜群众当然也需要理性看待,虽然两人的婚姻状况备受关注,但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权和选择权。 背景,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,如果真的到了非那一步不可的地步时,他们应该会向公众公开的,曾经的亚洲第一男子天团小虎队是多少人心中的白月光,就连如今爆火的TF boys也经常被拿来对比,当时名气最大的要属霹雳虎吴奇隆了吧,别看吴奇隆成明早,如今又有妻儿美满,他可不是手握大男主剧本的人, 他的一生,也算是颠沛流离,历经磨难,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 小时候的吴奇隆出生在台湾一个很平凡的家庭,在家中排行老二,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,俗话说,爹疼大的,妈疼小的,中间的剩下个没人爱。 自然而然的,吴奇隆变成了那个最不受宠的儿子,在他13岁的那年,父亲就做生意欠下了一屁股的债。 从此以后,吴奇隆变过上了为家庭还债的日子,直到1988年,在一次外出打工的时候,遇到了他一生的贵人佟安格。 他告诉吴奇隆,他们正准备组建一个三人的男子组合,以吴奇隆的外形条件,一定可以入选。 纠结两久,吴奇隆答应了过去面试。 就这样,小虎队组合横空出世,一时间风靡全国。 那个时候,呱呱虎的苏友鹏年纪还太小,还没有长开,像个小孩子。 小帅虎的陈志鹏又因为跟前辈张国荣有几分相似,像个代替品。 唯有霹雳虎吴奇隆长相英俊帅气,性格有趣,成为三个人中最受关注的那一位。 作为小虎队的大哥,吴奇隆一直是两位弟弟的榜样,每当弟弟们有需要,吴奇隆总会出现。 后来,组合解散,陈志鹏因为发展一般,内心又比较敏感,害怕别人说他攀附兄弟,所以一般不会主动联络,吴奇隆就想办法帮他。 在陈志鹏的舞台剧演出时,吴奇隆跟剧组请家到现场看。 对于苏有鹏来说,吴奇隆更是一个靠谱的大哥哥,当时苏有鹏大三时因为学习压力大而休学,遭到了无数的骂声。 在一次采访中,主持人问苏有鹏是不是因为学习不好,所以才休学。 吴奇隆马上开玩笑说,小乖休学是因为我不让他去的,我支持他的理想。 人生不是只有读书,还要学到很多东西。 说完以后苏有鹏就靠在吴奇隆肩上,两个人亲密一场。 后来苏有鹏上快乐大本营,节目组安排吴奇隆从后面唱歌走出来给苏有鹏一个惊喜。 那时的吴奇隆即便拍戏断了肋骨,依旧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 还有一个小故事,在苏有鹏拍摄佐尔的时候,会跑去吴奇隆家跟他聊整整一个晚上。 上节目两个人连线时,吴奇隆会说,苏有鹏这些年来一直在挑最难的路走,但是他很清楚自己的规划,不论苏有鹏想做什么,我都会支持他。 在感情上,吴奇隆走得也不是很顺利,早些年,吴奇隆的感情经历也不算少,但都没有好结果。 他与徐若轩,杨采妮都曾经谈过恋爱,但最后都已分手结束。 直到1999年,吴奇隆遇到了同样背负巨额债务的蔡少芬,两个同病相连的人似乎找到了一位,很快就走到了一起,甚至见了双方的父母,到了要结婚的程度。 然而这段感情遭到了蔡少芬母亲的阻碍,他一心想让女儿攀附豪门,自然看不上吴奇隆这个穷小子。 最后,两人还是已分手散场。 随后,在拍摄《消失一郎》的时候,遇到吴奇隆的第一任妻子玛雅书。 玛雅书一眼就被这个外表英俊帅气的男人吸引了,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。 即便后来玛雅书了解了吴奇隆的家庭状况后,也没有选择离开他,因为他爱的是这个人,而不是他的金钱。 于是两人在谈了两年恋爱后,顺理成章地结婚了,因为没有钱,他们的结婚过程也是非常低调,没有请媒体,没有酒席,没有蜜月,一切从简。 是他们坚持不下去的原因,玛雅书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出来,原来他们是无性婚姻,两个人结婚过程中,在一块睡的次数不超过五次。 终于,玛雅书忍不住寂寞,被拍到出轨了一位外国富商,两个人的婚姻也就此走到了尽头,而吴奇隆却沉浸在离婚的痛苦中,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。 后来,寄情于工作中,一心发展事业,直到后来拍摄步步精心遇到了刘诗诗,这也是吴奇隆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。 那时,市场慢慢进入了流量时代,对于吴奇隆这种早就成名的人来说,已经度过了事业上的黄金期,一步步步精心让他重新有了热度。 那一年,四爷和若曦的故事感动了多少台前幕后的观众,一首三寸天堂又让多少人为他们的爱情哭得肝肠寸断。 刘诗诗似乎也入剧太深,走不出来,在播完剧时,一度不敢让人叫他若曦。 他分不清自己这是剧中人物对四爷的爱,还是自己真的对吴奇隆产生了感情。 所以在拍完以后,刻意让自己不联系对方,试图摆脱剧情对自己的影响。 据吴奇隆所说,他们有两年多时间没有联系,后来还是步步精心要求拍第二部,两人才再度恢复联系。 这一次,他们认清了自己的内心,确定喜欢的就是对方这个人,而不是所谓的剧中人物。 于是在2013年,他们在微博上官宣恋爱,随后,在2015年领证。 这一次的婚礼相比第一次,那简直是豪华至极,往常非常节俭的吴奇隆,可能也不想让自己的小娇妻失望。 施巨资为他办了一场世纪婚礼,还把自己10.8亿的股份全部转到了刘诗诗名下,献杀旁人。 尽管这样,很多人还是并不看好这一对年龄相差甚大的一对,认为吴奇隆可能没有生育能力。 在最初结婚的那几年,刘诗诗最受人关注的就是怀孕了没有?什么时候怀孕生小孩?几乎每次刘诗诗出现,都会被问到此类问题。 终于,在2019年,刘诗诗生下了两人的孩子步步,这才算堵住了悠悠之口。 最近,又开始频频传出吴奇隆与刘诗诗婚变的传闻,只因刘诗诗在生日派对上没有带婚戒,而事实是,在刘诗诗生日当天,吴奇隆手上带着婚戒与儿子一起为刘诗诗庆生。 如今的两人,不知不觉已经相恋十年,婚姻也走过了七年之痒,吴奇隆对刘诗诗,那可是含在嘴里怕话了,疼在手心怕掉了。 现在他们已经很少出现在娱乐版面了,两个人都会减少自己的工作,把重心放在家庭里面。 吴奇隆的微博,经常发的也都是旅游观光,享受生活的照片,或许,经历许多,他们更享受如今平安喜乐的生活,祝福夫妻俩能够恩恩爱爱,白头偕老。 吴奇隆这大半辈子,少年替父还债,成年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,人到中年。 才终于遇到自己一生所爱,好在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,没有太低谷的时期,一路打拼下来,如今成为了身家上益的老板,但他依旧保持低调。 所谓吃的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,祝愿他今后的人生,都能够顺顺碎碎,生活美满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